HELLO,大家好,我是BINGER9543 今天又跟大家來講這個543 最近看到一台,就是說 其實已經在台灣賣一段時間都賣不錯的LG的掃地機 當初它的賣價都在1萬到2萬之間 那時候算是 算是一個蠻新的產品,價錢也算蠻高的 當然在我們國內一個數字的推薦網站 就是介紹的還蠻不錯 所以當時我也買了一台 那我們在網上目前所能找到的就是 都是一些新機的測試報告或是功能性測試報告 可是到目前為止應該是還沒有人看過 一年後的測試報告 這一年後的測試報告就很重要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在2015年中買了486大大介紹一下 買了LG6470這個小子掃地機 當初這一台機子真的是造成一個蠻大的紅洞 很多人都提早做一個團購 我們都提早做一個付款的動作 當初買的將近快要2萬塊左右 剛開始 我也被他優異的供那個性能有感動到非常優秀 因為每天他會自動出來把它打掃的很乾淨 而且他的一些動線規劃啊 包括一些 躲一些障礙物 包括他可以一邊掃一邊拖地 真的是非常優秀 剛開始只有這2萬塊 花的真的是非常的值得 但是 剛用超過一年的保庫期 就開始要進行維修了 不過那個時候覺得他們的服務真的是做還蠻不錯 當初維修的工程師他態度很好 來到現場的時候 雖然是過了幾天 保庫期已經過了幾天 但是他還是免費的幫我更換了一些零件跟維修 問題是維修 過了一個星期 就又壞掉了 那壞掉了主要是問題一堆 就是主要是有三個 第一個沒有電也不回家 就是掃地掃完了以後 到或是中途沒有電的時候 他就在那邊打轉或是找不到地方 我也搞不清楚是到底我家什麼 有太多什麼邪惡訊號啊 或者是為什麼狀況 但是他就是不回家 但是來測試的時候又說是正常 這個問題是從買新機開始就有這個狀況 但我想說電子產品難免 難免可能有時候還是會有一些訊號上面的問題 所以這一個 沒回家就算了 這就每天就是到處去找找看他到底停在哪裡 把它撿回去充電 這一點就一直用到現在都是這樣 第二個是走走停停原地打轉 這點這個感覺就是非常差了 一塊小小的地方可以在那邊掃一整個小時 掃到沒電 然後其他地方都沒有掃 那你看到在打掃的狀況 你真的你會死 第三個 就開始四處撞壁 像蝦子摸像一下 摸像一樣 把整個機殼外面 本來是蠻漂亮的 現在整個機殼外面全部都受傷 可以稍微看一下他受傷的狀況 大家可以看得到這邊表面這邊已經全部都是很嚴重的刮痕 包括輪子下面這個也是撞到不知道什麼去扯壞掉的 這是我目前實際的機殼的狀況 那我們再回來看 然後就是我上網一直想說找一些資料 但是你看到網路上都是一面倒的贈品 難道就沒有人遇到同樣的問題嗎 或是我們網路搜尋到的都是業配文 業配文就是所謂一些廠商鼓勵 部落客啊 或是鼓勵一些寫手 把他們的一些 分那個實際使用經驗分享到網上來 但是這一部分的就是會有一個很大爭議點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寫贈品 寫贈品 那我們在此次有看到486的網站 他是有鼓勵你分享文 如果他們有採用的話 會有小禮物或是抽獎 好像像是當初好像是有送濾網吧 濾網還是一個小禮物的 所以 人馬都是如果為了得到這小禮物 當然寫的東西大部分是還會是比較正品的 而且是有採用的東西 有採用的東西就代表會篩選 所以我們看到的都是所謂 心機的時候的一些狀況 可是會有人跟你說 他使用一年後後的狀況嗎 答案是沒有 也沒有人會做這種事情 不過我真的是真的是假的 幫你做一下一年後分享的狀況 所以你看到網路上 目前所有的文章都是全新機子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一年後使用的實際狀況 我們來看第一個影片 現在這個位置是在 我的辦公室 LG小子 走走停停 走走停停 放這些小塊的不知道要清多久 放這些小塊的外型流發的 明明前面都沒有東西啊 這個動線的外型流發的 明明前面都沒有東西啊 明明前面都沒有東西啊 那就不能好好掃過去嗎 真是的 那就不能好好掃過去嗎 真是的 像這樣的效率很可怕 像這個掃到天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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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撞到那個門了 已經撞到那個門了 這是要花太多時間了 所以它的一個打掃狀況基本上都是這樣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第二段的影片 現在好像變成一台蝦子 剛剛是屬於那個辦公室 它是比較廣闊的一個空間 都是這個狀況 那第二個狀況想說把它放在比較小的辦公室 大概只有三、四坪左右 它的一個打掃狀況是怎麼樣呢 給你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的 一樣就是在原地那邊 左左右右前前後後 好像對我的意思有很大的意見一樣 一直在原地打轉 一直在原地打轉 已經修了很多次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光在我前面大概三步的這個距離 可以打掃20分鐘 做什麼 左左停停的好好打掃好不好 而且 有人會說這是 會檢測特別髒的地方 它會做一個重複性的打掃 但是目前這個區域 剛好在畫面左邊 你看我有一台無線吸塵器 這個地方我是 我客人的習慣是 我天天都會來打掃 而且用 早上也用拖把再拖過去 就是在那邊原地轉來轉去 那現在只是在救車室 你看它跑到一半 它也不會繼續再往前跑 就是在那邊左右徘徊 裡面也只有一台體重計啊 沒有其他的東西啊 一直跑去那裡做什麼 像這樣的打掃狀況 就非常的糟糕 所以最後你看 真的韓國貨 真的沒有想像中的耐用 一台掃地機 將近兩萬塊 只能用一年多 如果你早知道這樣的狀況 你還會敗下去嗎 這個真的是見仁見智 那我也曾經留言給486大大 他們那邊問一下 那他們是跟我回播 這些維修的工作室 直接跟客服聯絡 是沒錯 真的 或許你們只有負責賣 因為在網路上 包括你的測試影片 包括各種部分 都只能看到一面倒的就是 好的狀況 那維修的事情 本來就是廠商 這個是到哪裡都沒錯 只不過心裡會覺得 有一點怪怪的 或是 因為東西真的 遇到有狀 用到有狀況 所以心裡會覺得不太舒服 而且你們也或許真的 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因為啊 你們根本就沒有用 超過一年的機器 你們不斷的有心機可以使用 從 小紅 小紫 小灰 小金 一台一台 目前你們更新的速度是 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所以 到目前為止 看到你們放在網上的機器來講的話 沒有超過使用一年的 沒有超過使用一年的 或許 我一開始就不能想說 這台掃地機可以用個三年 當時同期 跟我一起買的 我表弟買一台 就是 iROBA 那個倫巴 到目前為止 已經 到目前為止使用起來都還是非常的正常 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他的聲音是比較大一點 可是我這一台只用一年就掛了 因為你們也沒有說可以用三年 所以 是我自己想太多 我以為這台可以用三年 所以我們買的人自己要注意啊 使用一年兩萬元要注意啊 一年兩萬塊啊 你不然就要去維 一直維修維修 但是維修不見得會好啊 我本來是想當大家滅火 這勸敗 就是要按的時候 稍微考慮一下 稍微冰凍一下 但是後來真是修到一肚子火 今天是2016年11月25日 我總共 從早上到現在已經打了三次的那個客服電話 第一個他要我先清潔那個鏡頭 我已經用棉花棒還有酒精把鏡頭 跟一些感測點全部都清潔過了 第二個他要我按Turbo鍵跟Home鍵 說按著5秒讓他重新resake我 因為可能程式有點跑掉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還是在 還是在懷疑我的使用狀況 所以 後來 還是聯絡 最後還是聯絡 去年就是幫我維修的那個工程人員 跟他約時間來一個送修 但是 我已經不抱任何期望了 因為修好一星期就掛了 上次都是這樣 那所以 掛了以後 我家人就把它都丟在旁邊 沒有再使用 那最近比較有空 已經花2萬多塊 心裡還是覺得有不甘 所以2萬塊錢就是這樣 要拜還沒拜的人 那就給大家參考看看吧 謝謝大家